在过去以来 我跟你分享 在基督耶稣里的系列 讲道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系列 在基督里的得胜 Triumphal in Christ Jesus O victory in Christ Jesus 在基督里的胜利 那还没有跟你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跟你讲个笑话 在不久前 有一班的人 他们就在比赛 比赛怎么呢 走钢丝 你知道他们走过钢丝 就是在很高的建筑物 放着一条钢丝 走在钢丝里面 所以他们就几个人呢 就打赌香叶比赛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双峰塔的上面 做了一个栏 就是一个钢丝 就是走在钢丝里面 第一个走的时候呢 走走走因为风很大 然后下面又很高 很害怕 走啊走啊走又走不稳 走掉下去了 然后因为掉下去了 影响第二个人的心情和信心 到底我能不能的 第二个也是这样走 走走走走走到一半 还是不要走了 赶快回来 所以第四个也是这样 有的半途而飞 有的掉下去了 其中有一个我要特别强调 有一个胖子 比牧师还胖一点点的 胖子 然后他就走 走了 走了 走了走 看他 大家都看不好他 哎呀 这个胖子站都站不稳了 怎么可能走走这个钢丝走过去 对吗 大家都看不好他 大家都在楼下 这个胖子肯定是走不过去 就算走啊也会跌倒 结果啊 那个臭乎意料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胖子啊 竟然给他走过这个钢丝走过去的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 之前那么多人走钢丝 有的掉下去 有的走一半就跑掉 有的人是有位高症就跑了 为什么这胖子这么勇敢 而且能够完成胜利的 这场比赛呢 然后记者就访问他 小胖小胖 刚才为什么你有这么样的勇气 和还有这样的坚持 能走完这个钢丝呢 那个胖子就对了记者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每次我要往底下看的时候 因为我的肚子很大 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情况下 就赶紧快快的走吧 然后他就顺利的走过关了 原来兄弟姐妹 有时候胜利啊 没有太多的秘诀 胜利啊 就是很简单的 简单是重复做 大家跟我一起讲 简单是重复做 原来成功没有什么太多的奥秘 就是你很简单的相信耶稣 重复的 继续的相信他 神祢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阿们 来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叫做 你身手里 我求你恩高讲台 恩高在座的每一位的兄弟姐妹 让他们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 和属灵的眼睛 能够听见和看见上帝你的话语 能够吸收 让我所出的每一句话 没有掉在地底下 而没有果效 反而要成就在他们生命里面 来让他们能够更爱你 能够为你 能够侍奉你更生 主我把以下时间叫来 圣首里都去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不好意思 这边写到十九节 二十三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读中文和贺本 翻到了吗 如果你找不到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就在费里比书的前面 后面 我们来看 第十一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隔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 第十二节 你们既受洗以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以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的神的功能 十三节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 一切的过犯 便叫你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十四节 又涂抹了在绿列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十五节 即将一切自正的掌权的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顺 十一十六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过节期 夜宿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十七节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那些形体却是基督 十八节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 圈须和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至高至大 不辞定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 经界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掌尽 二十节 你们若以基督同时 脱离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 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二十一 二十二节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 就都败坏了 二十三节 最后一节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识意敬拜 治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克制肉体的情意上 是毫无功效的 阿们 今天要跟你分享 在基督里的胜利 我们怎么能够 原来哦 在过去的系列里面 里面来 我们都能看到 第一 你必须 第一个系列我告诉你 你必须在基督里 如果你的生命 来到教会 不管你来教会 有多少年 多少 多少 多久 都好 如果你的生命 没有在基督里 能够接受耶稣 你都是站在外面 外面 站在外面的人 是看热闹的 站在里面的 是知道行道的 所以 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面 你就有所有上帝 所预备 基督为你所预备的 一切的丰盛 上个星期 上一次我们才 谈到基督里面 有多少的丰盛 是具备给我们的 今天 我们要看耶稣 原来耶稣基督 为我们预备了 所有的生意 你其实不用过一个 失败的生活 其实你不用过一个 很沮丧的生活 因为上帝已经答应给我们 在每一切 每一个世上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情感 包括你的 一切一切所做的 上帝都答应了我们 给我们承诺 给我们应许 我们是一个得胜 我们来看 我们如何得胜 得胜的方法 隔离 圣经说 你们在他里面 受了 不是人所行的隔离 圣经告诉我们说 兄弟妹 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信了耶稣之后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知不知道 耶稣为你做一件事情 在他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已经受隔离了 而不是人手 人手所行的隔离 这里的隔离 是属灵的隔离 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帮你 帮你隔离了 那么我们又回来问一个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是隔离 隔离呢 是在圣经中记载的一种仪式 以色列每一个男孩子 在出世的第八天呢 就变叫 就要把他的生殖器官的 那个前面的包皮就割掉了 所以就有隔离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这些民族 以色列民族呢 成为这世界上 唯一代表是上帝的百姓 上帝子民的一个表征 全世界的人 当时上帝跟以色列人 立业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没有隔离了 上帝选选以色列百姓 成为他的住群 成为上帝的子民 就做这个预表来成为 原来这些人是分别为生的一个族群 分别为生的一个百姓 就有隔离 然后 在基督里呢 耶稣为我们制行了属灵的隔离 基督所受的隔离 不是除掉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真正的隔离 他们包括回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那里也好 现在已经没有难处了 我们年代可能还是很 没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的孩子啊 现在出世马上就跟你隔离了 因为这个是 现在的社会都是讲究 他有这样的方便以后 一孩子一出生就 把他割包皮了 以前我们年代就没有 所以呢 隔离啊 是上帝的 为我们做的 然后呢 他就除掉身体上的一部分 可是在属灵里面啊 属灵里面 上帝耶稣除掉的 不只是一部分的肉体啊 上帝耶稣愿意而希望的 除掉是我们整个肉体 除掉我们的老我 除掉我们救人的生命 内心得到洁净 还有这才是真正的隔离 我们属灵的隔离 意味着脱去情欲 情欲的 肉体的情欲 有没有 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 脱去肉体 肉体的情欲 然后呢 在希腊言文啊 脱去啊 这个字脱去啊 叫做 epicarosis epicarosis什么意思呢 epicarosis的意思就是 剥掉 眼离的意思 或者丢弃 或者说剥掉一个旧的 肮脏的衣服的意思 所以呢 兄弟妹 假如我们信主耶稣之之 以后呢 没有好好地对付我们的肉体 我们将生活在每个各方面呢 都一样面对失败 所以不要信主过后就算了 很多人哎呀信了耶稣就 就好了 信了耶稣不是好了 你必须要为你的救恩 为你的信心打美好的战 为你的救恩完成 那个就是要为你的救恩 finish the work of your salvation work up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就是为你的救恩来工作 为你的救恩来付出 我们再看 这便说明了 为什么许多一些基督徒啊 过着潦倒啊 失败的生活 因为他们没有学习 把旧的生活 旧的生命抛开 要学习 不要过着旧的生活 来放纵肉体的群育 任由他来做主做王 要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圣经讲 因为圣经这里讲 因 信 因信 要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 那么你问 牧师什么是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请注意哦 这很重要 什么是一个信心的生活 信心生活 就是看见 神所看见的 换句话说 要有神的眼光 要相信 神的看见 神有什么看见呢 神有两个看见 在这个经文里面 哪两个看见 第一 you are dead 你死了 第二 你跟耶稣 一起活过来了 很多人信了 耶稣 他以为就是来到教会 跟着一种的 就一些的宗教仪式 有圣餐就守 圣餐 有洗礼就洗礼 没有办法 因为来到教会嘛 教会有这样的仪式 就跟着就好了 不是的 基督徒的信仰 是一个 想救过一个信心的信仰 如果没有信心 我们整个信仰 就变成一个宗教仪式了 你必须要有信心 看见耶稣为你做了什么 他说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 吃了 然后呢 神赦免你们 你们一切的过犯 便叫你们 和一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里有几个希腊言文 等下我们来一起研究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两个看见 必须要看见 第一 圣经说 耶稣说你已经死了 很多时候我们还活得 很够力一下 还活跳跳 我们在我们以为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 我信了耶稣 接受耶稣了 我希腊的 过我以前的生活 night up叫去 煙灶抽 女灶套 还有 还有什么 就是照理应该过 那是我信了耶稣 不同的吗 今天为什么不同 不同就是我信了耶稣 我有穿十字架了 但是我的生活 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了打一样的旧生活 这不是耶稣 和上帝希望你过的日子 这不是上帝要你 你过的日子 圣经说 你已经死了 这是每一个人的处境 应该要有的处境 正如保罗在 哥林多 哥罗续书第二章 第十二节说 描述这是神的工作来的 神在你身上 有这样的工作 借着信心 接受新生命的 新生命 以前你必须死了 如果你没有死 你永远接受不到 上帝给你的新生命 上帝要你把 旧的生命丢掉 不是要害你 上帝要把旧的生命 帮你丢掉之外 把丢掉之后 换掉之后 他才能够给你新的生命 很多人信到耶稣 他没有领受 新的生命 我们常常在 在圣经里面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一切都变成 新的了 可是我们看一看去 我们没有信啊 我们还一样去 在工作啊 在上班上 也一样这样骂人 还是这样的 这样诅咒人 还是在驾车的时候 那个人家隔你车 你就在那边 那边车骂人家 没有信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 看见上帝 为我们做的东西 第一 你必须要看见 你已经死了 这是上帝的话语 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 死 是我们的状况 死 是一种事实 我没有感觉到 我还是很活啊 因为我每天还是很活啊 我每次生气起来 哇我的火就起来了 我那里有死 对吗 你可能问我 我那里有死 但是你必须 凭信心 借着信 丁信 相信 我已经死了 你必须要看见 我这个肉体 所有的肉体啊 不能帮助到 我任何什么东西 这个肉体呢 不能帮助到 我上天堂 也不能帮助到 我完成 这个救恩的工作 所以 在耶稣的 性生命之前 那个人 或者我们 必须死亡 他们不是 病人需要医生 而是死人 需要一个救主啊 兄弟 你不是病人 你是死人 告诉你 隔壁旁边 你是死人 是的 你必须要看见 这个看见 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 第二 你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了 那里 一同活过来了 圣经说 我们已经 跟耶稣一起活过来了 死呢 所以我回到 刚才忘记讲 死 这希腊言文叫 Niklos 大家都跟我讲 Niklos Niklos的言文 的意思就是 没有生命 失去生命 意思说 上帝要你 把你原本的生命 丢掉 你原来原原本本的生活 丢弃 上帝才能 replace 重新放一个 新的生命给你 Niklos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活过来 活过来 哇 这个有点难读啊 但试试看啊 呃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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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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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读啊 你们不用读啊 总之 它的意思是这样说 活过来 可是这个活过来 有个目标了 它不是 只是活过来 罢了 这个活过来 只说 一起活过来 一定要有一起 跟谁一起 跟基督一起活过来 所以说 你们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 你的敬礼啊 是没有意义的 敬礼的 整个过程的意义 你必须要看见 你在水里面 你走进水里面的时候呢 你已经跟耶稣 一起同死 当你起来的时候 你跟耶稣 基督 一起活过来 你的活过来 不是一个人活过来 Hallelujah 你不是单独 寂寞的一个人 原来 耶稣 陪你 一起活过来 然后 你有 这样的新生命 然后呢 圣经讲 复活的生命 在你里面 因为基督 让你活过来了 今天你来礼拜堂啊 比如说 你今天来礼拜堂 兄弟妹 你 绝对不会说 你把手放在家里 哎呀 我今天 我的手不想来教会 我就把手放在家里面 然后我自己来就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来的嘛 对不对 是整体的 你就是整体的 所以你必须要看见 你和基督 基督如果能够复活呢 你一定能够有复活的生命 Amen 所以呢 请你 信仰耶稣 你必须要完成救恩的功夫 不要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上 就过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就是简单来说 你的衣注实行 很多人 花很多时间去打扮 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哇 几百块几百块 又是blended的 哇 怎么样 把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钱 花在打扮他的个人的方面 这是没有错的 因为 我本来教会穿得很 很啊 很干干净净 很 很有礼貌 这是一个 对上帝一个尊重 是好事来着 但是有些人 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边打扮上 那三十个小时 可是他的灵人呢 他属灵生命呢 却好像很糟糕 他的属灵生命很脆弱 因为常常没吃到饭 因为 他时间已经没有了 花掉那个打扮的时间 他已经没有读经祷告了 有些人 在 要去 住的地方 要住得好一点 所以他拼命地从 住在flat里面 一起拼命地赚钱 赚钱买大物质 买更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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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blanker来住 这也是没有错的 兄姐妹 如果有能够的话 住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是好事来着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时间 你把所有的精神 都花费在建立你自己的家园 而你没有建立你在天上的家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 请问 你信仰耶稣 你有过多少时间 是来建立你这个属灵的家 你将来预备 要跟耶稣一起 活着永远 我们活在世界上都是暂时的 我们活在世界上都是暂时的 我们就是这个人生里面几十年而已 我们却要永恒的永远的跟耶稣在一起 请问你的投资投对了吗 有些人投资 一直投资买物质 有的物质不够还要买第二间第三间 有的好有好几间物质 问题是你能住得完吗 不能住得完 你只能一个时间在一间物质而已 但是我又问 我又问回一个很更重要的 你在天上的家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在讲食物 你看 我的身材就是吃出来的 一直在吃 吃是没有错的 人在槟城真的是 糟糕 美食天堂 小食天堂 那里都可以达到吃 槟城很怕饿死的 连凌晨半夜四点 你走出街 还是有得吃的 你不知道那里有的吃 你找我 我带你去吃 但重要是你要请我吃 所以你看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吃 甚至我们见到人家问候 吃好像是很重要 吃的确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身体的补足不要太多 太多就好像就肥肉了 但是 我更兴趣的是 你有没有为你的灵命来吃 你有为你的灵命补助营养吗 我们吃不只吃饭了 我们还要吃好的 我们买很多的维他命 鱼干油 维他命C 还有凉胜 牛奶多喝 种种我们都懂得补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的灵人啊 从来没有给他吃 维他命C的 也没有给他 B complex的 也没有给他 Calcium的 对吗 所以说你妹 你必须要花时间 你怎么投资 在你的 依注实行里面 表示 你看不看重 你的属灵生命 你看不看重 建立这个 把 有些人把肉体啊 建立的很好 每当 每当 说 兄弟姐妹 你必须要花时间来祷告 大家都说 OK 牧师 你既然讲了 我也做 我每天花15分钟来祷告 可是祷告不到五分钟就会 因为你的肉体开始 叫你不要祷告了 你的肉体总是让你 不喜欢做属灵的事情的啦 你怎么样 能够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呢 你必须要看见 上帝要你切除 这肉体的部分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 你要坚持 你说 我要一定要 跟耶稣一起过这15分钟 坚持真的很重要的 当然不是一天 两天 要每一天 所以我不鼓励人家说 一开始你就定很大的目标 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 你做不到你 有你 你就放弃了 你可以从15分钟开始 容易的 15分钟 唱歌 5分钟就过去了 对不对 唱一首歌 赞美神的歌 就过去了 祷告做5分钟 7 8分钟 然后一个谢恩 过去了 你能设立了一个目标 能够做得到的 然后再慢慢增加 而不要一开始 听人家讲 祷告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跟着人家 祷告两个小时 当然能做得到是好的 但是如果做不到 而因此而气馁 而永远不做 那是真糟糕了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目标 和开始 你要读经 要了解上帝的过瘾 阿们 我们第二来看 得胜的道路 sorry 得胜的道路 实际讲 第一个是如何得胜的方法 然后 我已经告诉你 应该靠着隔离 我们今天的隔离是什么呢 就是敬礼 就是受洗 受洗归入 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属灵的隔离 然后我们今天 上帝如何 上帝选择怎么样的方法 和道路 让我们得胜呢 应该是靠着他的十字架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十节这样说 又涂抹了 在律列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爱于我们的日据 把他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自证 掌权的鲁来 明显的给众人看 就这样的十字架 扩胜 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经文里面呢 这个涂抹呢 这希腊原文叫 大家讲 意思说呢 就是洗掉 涂掉的意思 然后呢 日据呢 就是欠担 欠担 就是以前 你所做一切 所做的 所 有 保罗说呢 我们所有人的账 所有人的过犯 所有人的罪 都算在 耶稣身上了 他一个人来扛 借着十字架 还清 一切 所有的债务 所以兄弟妹 你今天 信了耶稣之后 你不应该再 有定罪的感觉了 你也不要再 魔鬼来欺骗你说 你总是做不好 你都是一个讲 基督徒 你是很虚伪的 在家里是一个人 在家来 教会另外一个人 你不要受这些 魔鬼的欺骗 耶稣已经为你 所有的定罪 为你所有的过犯 还清了 一次过 还清了 你不应该 有定罪的感觉了 你不应该 有定罪的那种的思想 因为这是 魔鬼的欺骗 神在基督里 所做成的 是完全的救恩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受死 不单除掉 人类罪的刑罚 而且打破了 罪恶的权势 这是一副 罗马大将军 凯田回罗马的图画 那你看哦 为什么 保罗会写这样哦 就是说 帮我们 将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一切所攻击 我们所 来定我们罪的都把它除去 定在十字架上 不只定在十字架上 而且呢 加一切自正掌权的鲁来 然后显明给众人看 在这十字架来夸胜 正经讲 在保罗写这个的时候 他有个概念哦 在两千年前 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保罗所出的那个时代 是罗马掌权的时代 那罗马人是这样的 罗马人他们每一当打完战 打胜仗 他们就会做什么 就会把这些被打败的那些人啊 将军啊 和他的君王啊 都做一个游行 把他们绑了 做一个游行 让大家看 这是我们打败的君王 打败的将军 打败的人 都是我们这些 被打败的 就给众人看 所以呢 耶稣 保罗用这样的词句 和这样的表明 和章 来表示说 耶稣得胜 不只是得胜 为了你 让你 就是 救你 能让你有得胜的生命而已 而且是要 让众人 众人 包括魔鬼 撒旦魔鬼的权势 今天你得救 你已经把 上帝 上一刻 我们讲到 说 耶稣把我们 牵你 把你 牵到 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 把你 transport 把你 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他不止这样而已 他还要让 魔鬼基督 魔鬼 以前 所攻击你 魔鬼 所欺负你的 让他知道 从此以后 你跟他 有一个切除 有一个切除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当时 一个强大的 罗马帝国 一个强 和强大的 宗教组织 犹太教 赫谋起来 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你看到没有 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啊 万万没有想到 耶稣啊 竟然用 人家最瞧不起 最不起眼的十字架 向他的仇敌 扩胜 如果他们早知道这样 他们一定不会用十字架 来钉 使 荣耀的主 撒旦本以为 采用十字架 来修辱耶稣 耶稣竟然 站着十字架 向他扩胜 这是 主拯救我们的道路 十字架 什么是十字架 十字架的功能又是什么 十字架在古代里面 在两千年前是一个很残酷的刑法 在当时的社会呢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处分 如果那个人不是犯了一个很令人可耻 令人很法子的罪呢 他不会钉在十字架上 不是随便人家 不是你偷一块钱就把你钉在十字架 不是这样 是因为你的罪很大 罪大恶极的情况下呢 你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就是这么样的一回事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通常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呢 会做几个步骤 第一 他一定要把他在行刑前 把他游行一番 让人知道 这个人犯了极大的罪 游行一片 然后把他衣服霸掉 裤子霸掉真空的 侧身肉体的展示在人面前 让他羞辱一番 然后呢 让他在人的面前呢 失去人权 而且 用长钉啊 这钉是七寸长钉呢 穿过 有人说是钉在这里啊 这里有点不可能啊 因为人的重量啊 你一钉罢了一拉整个身体就把他拉扯了 我相信呢是钉在这里啊 跟着他的 这个叫什么鼓 我也不知道什么鼓啊 我不是医生 抱歉 总之这边有个鼓的 连鼓都穿过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双脚 交叉 然后那个钉就钉在那个交叉处 穿过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任由他慢慢的死去 其实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啊 不是因为钉在十字架而死掉了吗 因为你被人家拉扯 这样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 你的呼吸就很困难 呼吸就很困难 结果 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 不是因为被钉而死 被钉死 而是因为呼吸困难 无法呼吸而致死的 除非那个人是一个很极度的重犯 要不然呢 不会用这样的刑法对一个人 因为他浪费很多的资源 浪费很多能力潜力 来钉死一个人 然后 然后 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你知道吗 十字架 还没有钉耶稣之前 十字架已经有存在了 在古罗马时代的十字架 他不会妥协 他也不会让步 就好像他不让步 不妥协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怎么样 所以十字架 是很有大功能 它功能就是 将 那个人 活活的钉死 而且 如果你钉上了 超过六个小时 你拿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死掉了 所以头一次 出现在基督历史上的十字架 是这样的十字架 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们 都出去 传扬他的福音 所传讲的并不是什么 也没有讲什么 今天来教会有什么节目啊 有周杰伦来啊 郭富城来教会啊 你们来看演唱会啊 不是 以前 两千年前 传讲只有一个信息 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然后呢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呢 无论到那里 他们带着十字架 好像同一革命性的 将大能 也 十字架的大能 倒在那里去 十字架的激烈的信息 改变很多的人 包括大鼠的扫罗 将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改变成温柔和有信心的信徒 使徒 十字架的能力 能够改变坏人 成为好人 十字架 衰脱了历史悠久 异教的 耶稣 然后 使西方 社会 世界 整个道德和精神 的情况都改变 我们看过去以来 一旦 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每一个人 都纷纷 他的门徒 都跟 都 跟他 有关系 跟他一起 的十二个门徒 差不多有五 十二个门徒里面 差不多有五六个 都是钉十字架的 第一个 彼得 彼得说 最后 彼得是怎样死的 彼得是你讲 彼得是钉在十字架死的 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呢 他说一句话 我不配钉十字架 你叫我倒转来钉吧 他死的是倒钉十字架的 另外一个人叫 斐力 我没有照片 不好意思 所以他也是 倒钉十字架的 另外有一个 门徒叫 Anderic Andrew 他是钉 X型的 打叉 他说我不配钉十字架 你把十字架 放成X X型的 巴多罗米 巴多罗米尔 也是被钉十字架 耶稣的弟弟 犹大 不是那个充满耶稣的 犹大 耶稣有个弟弟叫 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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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Jud Jud 也是被钉十字架的 可是 今天回来 我们来看 今天的十字架 又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十字架 我找一个 我今天不是来拿十字架 来赶鬼啊 不是啊 不要误会啊 这是我找到最大的十字架 这个是项链来的 哇 今天的十字架 变成了一个 什么 装饰品 今天的十字架 变成一个信仰的标记 今天的十字架 变成一个崇拜的图征 今天的十字架 只是一个纪念 耶稣的死亡 当人 把他 被杀死的事实 变成一个审美观 拿来摆设的时候呢 十字架就失去 他的原本的死 当人 把他当成一个象征 十字架 只是一种信仰的象征而已 挂在景象上呢 或者 挂在脸上 有些神这人挂在脸上了 现在很流行 挂在脸上 或者挂在脸上呢 就已经 当成一个驱邪的 一个符号了 往好的方面来看呢 他只是一个 软弱的一个标记而已 从坏的方面来看呢 他成为一个 人盲目崇拜的一个 偶像 这样的十字架 是今天 千万人 所崇拜的 而他们不知道 原本 十字架的 大名利 今天兄弟妹 你的十字架 又是怎么样的 你今天 背的十字架 又是怎么样的 你还敢说 哇 我要十字架 尽量穿大一点的十字架 牧师没有穿十字架的 你看 不是因为我 你们穿没有错的 但是我觉得 十字架应该在 不是那个外表的 是背 背起十字架 是每一天 都在穿着的 背着的 请问你的十字架 是怎么样的十字架呢 兄弟妹 我们来看 我给你看一个 完本故事 你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 是不是这样的十字架呢 有一个人 叫小明 他信了耶稣 然后他就 背十字架 他也跟其他的 兄弟姐妹 其他的基督徒一样 在每一天 都背他的十字架 然后呢 走啊走啊走啊走 他就想 哎呀 这个指甲太笨重了 又长又笨重 拿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呢 他就跟 耶稣 讨价还价 主啊 能不能把 那个十字架 剪短啊 剧短一点啊 比较容易好走 好拿嘛 要不能这么笨重 可以吗 耶稣没有回答他 他自然 自己做了主意 把十字架 把它给切了 然后切了之后啊 就把 sorry就切了 他拼命的切 拼命的切 切了之后 感觉很爽 不错 比以前好拿得多了 比那个 之前的十字架 好倍得多了 所以他就一直的走 一直走 日子过了一阵子 他又觉得 哎呀 还是很笨重 这个十字架 能不能 如果能 能再改变一下 会更好 他又再跟上一 吵架玩家 耶稣 把十字架 再切短一点 可以吗 十字架 请问十字架 再切短一点 就变成一个 什么符号 变成一个夹子 对 他又再切短一点 给我很容易背一下 给我很容易拿 不要这么笨重的十字架 我不要背 这么笨重的十字架 耶稣没有回答他 他自作主张的 就把十字架 又再切了 我们来看 哇 切了蛮不错的 好像很有 很有手艺力 一次生 二次熟了嘛 就这样 就是很轻松的 把十字架 给切了 你看 他现在的十字架 你看 他十字架 已经跟别的十字架 不一样了了 轻松很多 人家的十字架 还要拖着地上走 现在你看 他完全是不用 带着十字架 啊 你啊 那个十字架 不用拖着 是很容易轻松的走的 走啊 走啊 走一天走 走到 每个人都一起走 他比别人轻松 你看 你看他 还可以唱歌耶 你看 多轻松啊 十字架 别人还背着十字架 很辛苦的走 他还在那边 一边唱歌一边走耶 兄弟妹 我们走到一个 到了一个时候 尽头 就是世界的末日的时候 他看见 诶 有一个悬窝 有一个 闲来在那边 不能过 怎么办 他在 在想着怎么过的时候呢 我们看第一个人 原来哦 这个十字架 是来过这个 过这个圆 这个圣渊的哦 每个人都把 十字架放在 那个圣渊里面啊 而让他 于轻易的走过去 那个圣渊 而他怎么办 他十字架 已经变形了 十字架了 他已经不是原本的 十字架了 兄弟妹 他十字架 已经变成 十字架了 不是十字架 已经变成 十字架 不是十字架 我们看看去 他很拗悔 因为他把他十字架 剪短了 他过不了关 请问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图片 请问 你的十字架又是怎么样呢 你有没有信了耶稣 总是找shock card 总是找 洁净来走 你的树林道路呢 今天你要得胜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答应你有得胜的 你的生命 但是从来 上帝没有给你 答应说 你可以走shock card 把你的十字架剪短 圣经说 若有人要跟踪我 天天背其他十字架 才来跟踪我 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十字架 并不是过美的 不要因为我讲了这个道 以后就把你的十字架 收起来不敢穿 是不管是的 你还是可以穿 但是我要告诉你 十字架并不是穿美的 十字架是本事上帝的大人 要救你们 要让你们在你们的生活上 你的生命中 你的生活 家庭和你的工作里面 都有得胜有 阿们 让我们来做个祷告